相亲注意了 香火鼎盛的后普林祭祀 因环保局行文一旁金卢有空无疑虑 庙方在空气污染及周边住家的安全考量下 请京城镇公所协助移除 林祭祀住持信海师傅表示 未来信众准备的金址 将会统一集中到特定地点进行焚烧 下午京城镇公所清洁队人员与北门里长许姬才 东门里长周伟一等人 共同进行林祭四金炉移除作业 现场录小加上车辆人潮众多 移除作业引来路过民众注意 周边店家也探头出来了解为何要拆除 是因为上礼拜五 接到我们那个住持 就是我们信海师傅 来公所请求公所协助说 他们这个金址要拆除 那请我们清洁队来 环保货这边来帮忙载运 那我们基于服务的立场就是也载运 因为其实这个金址 有很多信众常常会来这边烧金拜拜 那也有很多信众说 这边燃烧有时候 因为地方比较狭窄 可能有安全上的一个隐忧 跟燃烧不完全造成空气污染 那其实这个以前都有正反的议题大家都有在讨论 那这一次是刚好我们信海师傅 那请求公所来帮忙协助 把这个金址 就是他要清理走 请我们把他载运走 金城镇公所配合庙方请求 林祭司住持信海师傅则表示 日前环保局曾行闻庙方 表达烧金址对于环境 空气污染的影响 庙方也考量金炉周边都是住户 有消防安全疑虑 几经思考才决定将金炉移除 这个之前有环保局有一些公文来 就是说我们这个烧金子的地方 它第一它有空气污染问题 还有安全性的问题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确实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毕竟在一个老时期里面 基于种种的考量 我们来决定说 我们就把金炉拆掉 然后集中焚烧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愿意来配合我们的政府 也希望说我们的环保局 能够像台湾一样 有来推动一个集中焚烧的地方 像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我们还是拿去 自己拿去找地方来 找地点来焚烧 但是很多人没办法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 我们的环保局 有办法一个集中焚烧的地方 那我们我相信 不是只有我们 很多很多的寺庙公庙 都愿意配合去集中焚烧 未来信众参拜结束后 金纸将集中由庙方统一焚烧 不过在拆除过程中 也有周遭住户民众 表达不同的声音 认为烧金纸是重要习俗 建议可更换小型金炉 或环保金炉 如果我们去开车 进去的那种小型金炉 就会有什么小型金炉 主要有什么小型金炉